博光山海天佛刹社教学院 在文化馆场打造了一处艺术空间 师生拿出鸭香薄餐展 引起不小回响 作品连展由书法班谢聪明老师 油画粉彩班黄昌龙老师 工笔画班蔡宜庙老师 及叠谷巴特手作班红爱慧老师带领学员共同展出 现场并安排了查文化课程学员设置茶席 咖啡班学员设置咖啡席 以静态动态方式呈现学习成果 让整个展场沉浸在茶香咖啡香的氛围中 我们从工作我们当老板 我们当老师 我们当一个家庭主顾 我们去做一个公务人员 但是整天忙到尾的时候 回到家里面做家事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兴趣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兴趣跟专长的话 回到家里面 其实他可以潜移默化的来影响这些家里的人 大家感觉上就是不一样 之前我们查到课程的时候 哇我们的师兄师姐回到家里的时候 开始煮饭煮完了以后 洗碗洗碗完了开始呼茶洗 然后开始请家里的人喝茶 结果就这样子拉近了 哦跟他的同修 他的先生 他的孩子 甚至于家里的长辈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喝茶 佛观山海天佛擦监视永昭法师 在开幕式中说到 佛观山的寺院道场就是人生的加油站 感谢老师们对学员的用心 尤其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老菩萨 在完全没有基础的状况下仍然持续精进学习 如此态度让人感动 第二个就是感恩 为什么欢喜呢 人生的下半场 家庭也满了 然后离开了职场 我还可以拿起帮笔 拿起画笔 拿起剪刀 然后做出来的成品 今天还能够在这边展出共有大众 这不值得非常的欢喜吗 说实在的 每次成果展我都很雀业 不管我的作品如何都很开心 又要展出了 所以这是欢喜 另外一个就是感恩 我们真的很感恩抢注 提供这么好的空间设备 台湾门聘聘人 就是同学真的是最用逐的老师 很开心我的学生都会来上课 然后他们非常非常认真在学 因为工笔它毕竟是很吃眼睛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技法 那学生们的眼力好像也都很好 即便他有怀疗发的眼力还是很好 那我们非常的惊讶 对不对 那没来上课的同学也会接 其实我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个法师非常认真在为大家录影 就是教学领域 所以没来上课的同学也会看领域学 师生连展所有作品及日起在佛观山海天佛萨文化馆场展出 大众可以多利用春节假期前往观赏 除此之外 在新春大年初一初二初三上午十点举行新春礼千佛法会 借着礼佛祈愿中 祈愿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吉祥如意 事事顺利 欢迎乡亲们一起参加同瞻法议 记者王海荣报导